早上高 昨天發生可怕的火燒車意外 疑似因為天雨路滑 轎車打滑自撞 起火燃燒 駕駛趕緊逃出來 逃過了一截 但左手臂也受到燒燙傷 這起燒車意外 讓北上車流一度回堵 很多民眾也聞到了這火燒車的味道 甚至還聽到爆炸聲響 深夜中一輛轎車横跨路中央 燒成一團火球 幾乎快看不到車體 濃煙不斷竄出 消防人員到場後 緊急布水線搶救 火勢在幾分鐘內撲滅 但整輛車車頭早已撞爛 骨架外露 全都被燒成廢鐵 面目全非 怎麼會燒死啊 沒有 就是那個路打滑 後來就馬上就下車 對啊 我突然跑出來啊 續發在21號晚上11點左右 疑似因為天雨路滑 駕駛300多萬的BMW 打滑自撞 隨後整輛車起火燃燒 駕駛健壯立馬跳車 及時逃出 幸好只有左手臂超燙傷 隨後送往意願救治 強烈撞擊 連保險桿都飛到對向南下車道 車輛卡在內線 二車道 中山高北上車流一度回堵 附近居民不少人 都說聞到火燒車臭味 還聽到爆炸聲及消防車聲響 大家都心慌意亂 還好車主平安 但也提醒了大家 煙花颱風 強勢襲台 出門一定要注意路況 提高警覺 記者謝鴻如柔濤 綜合報導 明宅小巷上演的警匪追逐 苗栗警方20號下午在厚容發現 毒品通緝犯的車輛 打算要來進行圍捕 但嫌犯十分的不配合 躲進明宅還像空中飛人一樣 沿著屋簷跳到了另外一戶的住宅 警方衝上樓要逮人 這歹徒還破壞了木板隔間 躲在櫥櫃上 不過整個驚險過程也被拍了下來 警地聲大作 住宅區小巷 民眾全部跑出門往樓上觀望 因為警察正在追逐犯 嫌犯伸手矯健 就像空中飛人一樣 圓圓的看他從這一戶 鄰宅屋簷跳到另一戶 讓警方有跡可循 我去頂樓看看 頂樓 頂樓 我剛剛從頂樓另外一邊過來 不過找遍每間房間 甚至跑到頂樓 歹徒就像人間蒸發一樣 不過抬頭一看 房間隔板有被踢破的痕跡 警方才在二樓房間 把人制服在地 先翻開 我的房間都 你已經被抓到了 你也不用跑了好不好 苗栗喉嚨二十號下午 警方追棄毒品通緝犯 在自立街發現他的車輛 立刻加派支援警力圍捕 但正信嫌犯不肯配合 讓附近民眾嚇壞了 整個壓制過程 嫌犯都在奮力掙扎 警方只好將他翻手上銬 押上警車 結束宛如躲貓貓般的警費動作片 記者彭志銘 韓志欣李雲杰 苗栗報導 嘉義宣布是農會的 貨物集散中心民眾發現 五位工人在搬貨 但是沒戴口罩 農會說自家工人都有宣導 沒戴口罩的是臨時工 但是臨時工出來大聲喊冤 說一開始有戴 後來是因為流汗 口罩內部濕透了 整個鼻子黏住 他們沒辦法呼吸 才會拿下來休息喘氣 但現在恐怕還是得吃上 至少三千塊錢的發彈 民眾開車經過農會貨物集散中心 前面停了一輛大貨車 滿載蔬果藥運到北農 還有工人爬到車頭上 裝綁滿頭大汗 只不過 好幾位搬運工人 竟然都沒戴口罩 事發地點在嘉義縣 蒲子市農會的貨物集散場 車上兩個人車旁一人 馬路對面兩人 總共五人沒戴口罩 那因為這個臨時過來的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素質是怎麼樣子 然後就導致昨天的結果 農會表示 沒戴口罩的五名搬運工都是外包商 已經提醒口罩必須戴好 實際來到集散中心 一箱箱蔬果 動輒十幾二十公斤數量又多 大熱天流著滿頭大汗 口罩內部濕透 黏到臉上快無法呼吸 有時候會拿下口罩喘口氣 不是一般人能體會 我看到現在都冬頭 對 路上冬頭的開呼吸 整個你的口罩是吸住 完全是沒辦法控制狀態 工人含冤不是故意拿下口罩 是真的快昏倒 但煤胎口罩罰單一人 至少三千元起跳 農會也派人來盯場 以免造成群聚感染 記者喉管王書宏嘉義報導 好這個煙花颱風呢 路徑算北轉 走得慢慢的 預計在北部還是帶來風雨 機動市場劉悠昌 在昨天從廟口來視察 排水溝清的狀況 停業兩個月的廟口夜市 在27號恢復營業 我們記者帶您看看最近狀況 主播各位觀眾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是 基隆的廟口夜市 那因為煙花颱風來勢鬆 而首當其衝的基隆 也會有間接性的強陣雨 與強陣風 那因為基隆廟口夜市 這邊也為了防範排水溝 會有淹水的狀況 所以已經完成了清淤的動作 那因為三級警戒期間 這邊的攤商也已經停業了 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也訪問了攤商 他們的心情與感受 我們一起來聽他們怎麼說 如果是真的是開放的話 你還限制太多的話 沒有用 你如果說五個人 那我們一個攤子才可以救多少人 那裡有隔板 如果外帶的話 差不多三層的 三層的生意 那你乾脆不要 不要開 還是不會內用 只限外帶 我們就乾脆全部不要 那如果我們有聽說 事實說 比如說煤灘 比如說我今天做兩天 隔壁的兩攤都休息 做兩天 就是單雙的 對啦 就是這樣 雙也不太好 也做不到什麼生意 我今天就出來檢查一下 然後看有一些東西容易飛掉的 我們就稍微把它固定一下 那每天這邊都有工作人員在 幫我們尋一下這裡的場地 會有問題會通知我們 就是可能有什麼堵住 有一些大型的物體堵住了 要不然我們在這裡三十年淹過一次水 我們是希望說把所有措施都做好 然後也可以保護客人 也可以保護我們自己 那我們可以聽到老闆娘她表示 他們已經都打過疫苗 然後也已經準備等待委員會那邊通知 那另外一位攤商她表示就是 因為會限制一些原流的控管 那生意上一定會有影響 那她表示防疫的措施一定要準備好 那現在因為還是在颱風的警戒期間 大家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在花蓮二十號深夜 有一名男子喝醉酒倒在大馬路中央 計程車沒有注意到 萬獎直接開過碾壓過去 造成這名男子胸腔重傷 送醫宣告不治交給彭馨美 是的 主播各位觀眾 從計程車的行車記錄器 可以看到車輛行駛在路上 馬路中央竟然躺了一個人 司機來不及反應應聲撞上碾過 車子劇烈大幅晃動才緊急停車 警察火速到場遭碾過的男子 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醫護人員立刻幫她實施CPR急救 再將她裝上自動心肺附輸機 抬上救護車送醫搶救 可以看到男子頭部嚴重變形 大量出血 身體也不滿血跡 送醫後仍傷重不治 昨天深夜九點多 花蓮七十三歲的夜姓男子 喝完酒後酒醉倒在路上 四十六歲的林姓計程車駕駛由吉安東里十一街 從北向南行駛 途中一天色官暗 加上下雨事件不佳 不慎碾壓到夜姓男子 小紅運獎嚇得趕緊報警 我們來聽一下當時訪問 對啊 聽他們講說廠場 買東西回來已經倒 建設停下來 已經停下來 然後人已經在那邊 已經好像 還有 還有 含在那邊痛 然後後面就都沒有動 年約七十三歲老翁 胸腔重傷 送醫後不治 夜姓男子喝盲後不幸命喪輪下 根據警方調查 小紅運獎就測職為零 後續肇事責任還有待 警方釐清以上最新主播 台東北南加油站 在上午八點多 一名站長 疑似在檢測油槽 一個不小心 跌落了油警鐘 撞擊頭部 一度意識昏迷 情況危機 幸好送醫之後 沒有生命危險 救護車開體加油站 藍色襯衫的加油站站 站長全身無力 躺在腸背板上 肩膀胸口還留著大片血跡 醫護人員趕緊幫他做 初步撿傷包紮 其他加油站員工也前來協助 一二三 員工和醫護人員合力將站長 抬上單下送醫治療 意外就發生在 二十二號一早 台東北南加油站 五十八歲的檢信站長 疑似在檢查油警管線時 不慎失足跌落 1.5公尺深的油警裡 其他員工發現後 嚇得趕緊報警處理 公司經理也急忙到場了解 我只知道站長有跌到陰警 然後一開始告訴我是 疑似有點不清楚 有流血 然後我們的同仁有叫救護車的 意外現場 加油站立即將原型孔蓋旁 用三角錐圍起來 根據了解 經銷管理現場時 傷者躺在油警設備裡 移動也不動 隨即救護人員進入孔蓋內 將傷者合力抬出來 俗信送醫搶救後 已恢復意識 沒有生命危險 確切的事故原因 還要再進一步了解 記者潘正賢彭新美台東報導